她是中国青史专家 著书力说 85岁比更不错 我这一生60年 废秦往事读书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继承传统文化 为了在文化上 给文化做一点历史的积累 她被誉为大气晚成的典范 古西之年成为盛中的文化 出名在外的学术明星 我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 我们全世界所有一个人 男女老幼 没有为人不择业老 她通过电视讲座广为人知 让历史走进普通观众 却也备受争议 有人骂名人他就是出名 谁有名骂谁 我都不计较这些事情 这天清晨 严重年在自己的书桌前奋笔疾书 他刚刚过完自己的85岁生日 虽然早已到了一样天年的年龄 他依然笔更不错 潜心修改即将出版的史学专著 我这论文集名字叫 严重年史学论文集 具体的现在分作五卷 我出稿已经有了 我还正在修改 在自知人俱拙 包括标点符号 希望每一句话说了 尽可能都到位 读史约氏六十载 严重年几乎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80岁之后 每当出版新书 都会被外界猜测是风扇之作 他却总能出人一表 13到14 15到16 17到18 这个书柜呢 全是我自己写的书 或者光盘 从2015年开始 严重年以年均一步的速度 先后出版了多部史学著作 2018年 84岁的严重年 推出历史专注森林帝国 扬扬十七万岩 再显强大学术野心 为何只有几十万人口 军队也不过十万人的满族 能够打败有上亿人口 百万军队的明朝 建立清王朝统治200余年 这个问题 因清太祖努尔哈赤 起兵于赫图阿拉 被史学界称之为赫图阿拉之问 晚年的严重年 试图给出答案 我就用了统和这词 可以保留各自的特点 大局我们选择起来 这个诺尔哈赤起兵之后 把整个东北统一了 第二次高明之军 满猛联盟 第三个汉族 汉族我组织汉军 风化一部分汉人 在东北做汉人 那么这个帝国形成 就在康熙大当高峰 高原文化又统和 先把达赖给册封了 又把班禅给册封了 这样经过几代人努力 森林文化 草原文化 高原文化 农根文化 这四大文化 文化把它统和起来 太力量之大了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从长城 大兴安岭 到贝加尔湖 枯叶岛 严重年不畏高龄 亲身前往进行田野调查 用他自己的话说 研究学问得有一种毅力 过年过节也不休息 春节七天 工作七天 这么干六十天 就研究学问 得有一种毅力 就找准方向 克服种种困难 坚持到底 那么这个本来是客厅 客厅就变成我书房了 两面都是书柜到顶 这是我设计的 我就打书柜 一般的书柜没这么高 一般书柜两米就都很高的了 我这书柜两米六 就是从底到底 为什么呢 就是能多出两个的藏书来 书架上的清朝开国史 康熙帝大传等书 是严重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他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为主要研究对象 议题设王朝更替 帝王功过 进宫遗案 京城掌雇等不一而足 满足我 他曾经在我们中华王 这样一个统治地位 268年 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家康熙对这块的研究 经验 我们吸取 教训 我们借鉴 1934年 严重年胜于山东蓬莱一户渔民家庭 15岁赴北京求学 22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助攻先秦史 北京作为清代都城 无疑对研究清史更具优势 于史经前辈指点 严重年转攻清史 上世纪70年代 在艰苦条件下 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努尔哈赤传 这本书我查了 世界没有 我们国家也没有 我是第一本研究清代祖诺哈赤的 学术性的传记 这就奠定我一后续 这个研究的基础 在多如牛毛的史料中抽丝剥茧 在各类档案的字里行间分析考证 学术之路孤独而艰难 且清冷自知 直至2004年 电视栏目百家讲坛热播 才让十年已经70岁的严重年 一跃成为学术明星 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两个 第一学术研究 第二向大众普及历史 那么现在通过电视这个频道 几百万人上千万人 对他们普及历史支持 增强这些人的爱国意识 增进进世人的文化自信 我觉得做一个历史学工作者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借助媒体讲解清史 获得名声的同时 严重年也曾面临诸多质疑 有人直指他贬名杨青 对他进行各种攻击 全国学术刊物 到现在没有一篇文章 说您哪个关键错 我跟他一二三四五 一篇都没有 有人骂名人 他就是出名 谁有名骂谁 我都不计较这些事情 我们也不是青少艺老 也不是艺少 我们自己也不是满足人 完全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 来比较尽量客观 来公正地对待这段历史 严重年曾说 研究历史就要敬畏历史 要敬它的存在 要为它的教训 这是他六十年 学术人生的态度与追求 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过去历史的经验要借借 那么历史教训要思考 我想这个道理 大家也都清楚 所以对我自己的砥砺 也同广大的学者共勉 学个牛叫 一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